大家好,我是一心 昨天晚上有一个大哥呢,年近五十多岁了 他跟我说他现在年近花甲 然后呢,负债一千多万 非常的惆怅和焦虑 说一心,你觉得我还有翻身的机会吗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理解的这个翻身是什么意思呢 是还像之前一样 走在人身的巅峰 然后腰缠万贯 这个身边的人前呼后拥吗 负债一千多万啊,确实不是一个小数字 如果要是几十万的话 我可能还会很坚定的告诉他 因为我们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贬值 就是每年的这个通胀啊 其实都在进行 所以说可能过不了十年或八年 我们现在欠这个几十万 有可能十年以后 可能一个月或两个月的工资 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个债务给解决掉 但是如果说负债上千万 这个数额确实有点大 有可能啊,如果没有一个极好的福报 和一个很好的运气的话 这个钱有可能是还不上的 但是呢,我跟他讲啊 就是挣大钱啊 这是要看每一个人有没有这个命了啊 可能你之前曾经辉煌过啊 也有这个巨额的一个资产啊 但是现在负债了 然后能不能还这个债 有可能真的需要看天命了 不过呢,对于负债人来说的话 你不管是欠十万也好 还是一百万也好 还是一千万 还是一个亿也好 其实到最后 我们归到底还是一个数字而已 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说 不管你欠十万也好 或者是一百万也好 或者是说一个亿也好 到最后都只是一个数字呢 我跟大家说这个概念啊 并不是说让大家去逃避自己的这个债务的这个责任啊 而是跟大家解释啊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嘛 从生到死 它是一个必然一个这个结果啊 然后你所有的名和利啊 或者是说你欠下的所有的债务 其实你是什么都带不走的 我是想跟大家说啊 我们要及时的调整好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 去迎接我们生命当中 本该应该发生的所有的事 因为我是经历过这个过程的 所以我非常理解啊 可能有过负债的人都能够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感受 在全面预期之前 很多人都非常的头疼和焦虑 甚至是说长期的失眠 甚至已经有了一些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全面预期之前 大家可能都会考虑 怎么办呀 我还不上了啊 后边的很多的人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结果 我怎么样去面对啊 这个脑袋里边可能经常会萦绕啊 怎么办怎么办啊 这样的一些困扰啊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把后果想的过于大 然后把自己给吓住了 所以那个阶段呢是非常痛苦的啊 然后只有迈过那个阶段 你就会发现 其实后果没有自己想象那么吓人啊 就是观念是看你能不能勇敢的迈出那一步啊 当然我不是说要教唆大家去啊 有钱不还啊 是实在无能无力为力的时候 你要学会放过自己啊 然后在自己全面预期以后 可能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啊 我这辈子怎么办 我怎么翻身啊 我还能东山再起吗 只有负债过或者预期过的人以后 才能看清楚身边的人 事态炎凉啊 就是人情冷暖 对不对 那个时候可能会更加懂得珍惜 这个家人的这个重要性 这个亲情的重要性 可能会更加珍惜这个家庭 在这个阶段就是全面预期了 我认为啊 就是大家最好的一个状态 应该是认真的总结一下 之前曾经失败的这个经历啊 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失败的啊 是不是因为无知啊 是不是因为欲望啊 是不是因为妄想啊 能力啊 就是匹配不了自己的这个梦想 所以说到最后失败了呢 对不对 这个时候应该好好地总结和分析一下 不要急于再去创业或者投资啊 有可能继续会让你跌入下一个 更加啊 就是无敌的深渊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冷静啊 那关于这个能不能站起来 我的这个建议是这样的啊 就是只要是你能够学会 在哪里跌倒 哪里爬起来 勇敢地承担起啊 对家庭的责任 对这个社会的责任 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意义上的 爬起来了 关于能不能有机会 去把这个债还上 或者说能够东山再起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在于命的 大家一定要学会去接受现实 和接受命运 给我们自己的一些安排 然后呢 就是学着去啊 就理解那句话啊 天将降 大人于是私人也 必先老起筋骨 恶起体肤 空乏其身 大家就认认真认真去思考一下 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 这句经典名言 要想着自己啊 有可能永无宁日了 没有任何出头之日了 然后就消极颓废消沉 自暴自弃 甚至是觉得啊 想去轻生 对不对 如果你有了这种消极的想法的话 你之前吃过的所有苦啊 然后你磨砺的所有的难 那就全部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只有这个时候 你去锻炼一颗 让自己越挫越勇的心啊 这样的话 你之前经历的所有的磨难 才会有意义啊 也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在这场磨难当中呢 让自己重新认识自己的能力啊 然后认识自己的价值 重新挖掘自己的潜力 然后呢 就整装待发啊 就重新上路 你有可能才是真正的重生 重新上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记住广结善缘 然后呢 就去多去帮助身边和自己一样的这些 失败的这些朋友们啊 然后呢 自己呢 才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福报和机会啊 有可能会找到你 或许只有这个样 才能够给自己找到一个重新出头机会 所以说呢 关键啊 能不能站得起来 能不能有这个翻身一天啊 观点还是要看自己的这个心 我的理解啊 负债以后啊 甚至负债金额啊 巨大 到最后能不能翻身 我认为啊 关键是看一个人的这个意识形态 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啊 终有出头之日 那么你就不要轻易放弃啊 更不要消沉 更不要这个颓废 努力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积极地投入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去 终有出头的一题 我是大字不得一心 喜欢我 别忘了点关注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